无论是当时担任马英九前总统的发言人 或者我自己遇到周刊利用时间差扭曲事实 受害者繁多 我自己也是其一 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黄敬寅公开国民党立委徐晓鑫的声明稿 表达算有地方行程 无法参加接奖 仍支持他们追求司法正义 以过来人的身份 我鼓励大家 一定要把自己活得好好的 才有力气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民众党感谢的还包括罗志强 他发文轰舆论一面倒 判定柯文哲有罪 在八年前司法追杀马英九时 也是不断塑造他有罪的氛围 更呛侦查不公开是台湾司法最大的笑话 但国民党的支持只限定在隔空喊加油 民众党的邀约党公职无一人到场 自家议员还批 不该跟贪腐站在一起 任何人声援阿伯的民众党甚至国民党 我们谈谈看可不可以谈谈案情 你不要只谈程序 谈实质的事情 跟台北市长该不该做这个事 我的方向跟我们党内领袖都不一样 他们的方向是声援阿伯 他们的方向是蓝白要合 我的方向就是贪污的人要坐牢 只有叫做蓝仓合 不应该有蓝白合 在立法院国民党也是脆弱的多数 所以我们确实在野党必须合作 所以我们会合作寻求合作的对象 是民众党的八席立委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议员能够了解 立法院的生态 这不是个人的合作 个人的利益 国民党不只被酸 上下 精神错乱 绿运更喊话 是否声援柯文哲的标准 应该是他有没有徒利 甚至收贿 而不是政治口粮 国民党的立委们跟议员们 就本案有不同的态度 不同的操作 民进党团是呼吁 司法归司法 政治归政治 不要为了要对抗民进党 而葬送了台湾的司法独立公正 金华城案 南银同时扮演攻击手 跟力挺者的矛盾角色 立委呼吁他们 中央地方立场要一致 也别为了所谓的菜野合作 盲目瞎停 明星文综合报道 MOD自由选 自选50 自选20 赶快加入民事新闻台